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他们介绍一班学戏 他跟那个师傅新三多 跟着新三多学戏 一学就学武生 跟着很久了 就在广州市工作 最后不记得了 听说过来马来西亚 跟万年青的粤剧团过来 在吉林坡那里设了一间戏院 那间戏院那里演出 最后就落地山跟着 落石了 就没有回到中国了 我去广州市还有表弟和表妹那里住 现在还在广州住 又中了联络 我们在广州青远 广州青远那里住 一住就住了几十年 在广州青远那里 所以小晨英 她是两个师兄弟 她和我爸是师兄弟 有一次我们交流回来 1992年交流回来 又见过小晨英 又跟她联络过 那时我又做班主 加林坡 一夜晚你都会听哥哥说仔 她说以前她在唐山演出的时候 即是重算或者什么落香的时候 遇过什么经历 还有做过什么排场戏 和谁做的故事 奴花党 高平关翠级 尼尖马超 他们以前怎么做 听她说这些 张剑是否刀 张剑 张剑 是我婆婆白灵萧女士 多少年 超过80 如果我婆婆在这里 都差不多 白灵了一百句 97-78 这本故曲集 是轻姐妈妈白灵萧的 她的每一字 每一页 对于今天的乐剧界 都特别珍贵 她们在家族承传 一直都没有中断 那轻姐和柱梁 最早看大戏 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落直了 我找了家庭 我有四兄弟 就进去读书 跟着中华又是墙 英文名叫Bibibak 他就在少师打工 我爸在少师吃墙粮 经常做大戏 又有香港老公 老公来 我们有空读完书 就去看 看着上瘾 陈金斗最出名的工价之一 就是六角大风尚里面的坐车 这段日子 轻姐在戏班里整天看电影 爸爸的演唱 也是她童年岁月的见证 那三十年后 她的儿子呢 《中二》 《中三》 《中二》 《中三》 因为那个时候 《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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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一上台很英俊 一上台就說開口 說我猶豫手頭腸 不是兩個梅香的 我小姐什麼生辰什麼 我妹一人一個 又唱滾花又滑腩 就開始學演戲 到沒有書讀 不讀到書 就開始跟著 在南縣跟著跟著 我妹妹就沒有興趣 所以她就沒有做 做了第三花彈 那時候是 差不多七十年代 你試著自己人 搞自己人不行 關光燈紅當然要照遠 我爸爸派的時候 英廷 我叫英廷 是上海佬 他不是我們那班人 他是做潮州班的教授 直到我爸爸 就拿了飲謝 和初訪的錄影帶 給你拍給我看 也拿了一個 星哥的三喜洲魚 你也有影帶來的 給我看 就開始喜歡 星哥和飲謝了 我爸爸說 你經常聽 聽了又沒用 不如我帶你去劇社唱吧 唱歌 就開始唱飲謝了 一年級之前 是我學小提琴 學小提琴學生 我不是學月曲的 中五畢業後 我爸爸就想 買了一個小提琴給你 等下了 你現在讀完書 那把琴在做什麼 好吧 就拿一把小提琴 跟一位語樂前輩 鄧美洋師傅 跟他上課 因為小提琴 基礎教我 玩高虎 上上下課 他就說 行了 你跟我去劇社 一直做下課 拍我 我媽媽如果做神功戲 有時 學校放假的時候 就拿個電源去跟著 正式學戲 應該是 九幾年到二千年左右 時間回到1958年 興姐18歲 因為一次機緣 他正式上位 做正隱花旦 未來做班 那時候還歌 少振環 小麒麟 不是你分光知道 給我們機會上位 做收入 做了幾個月 在那裏做 來到1963年 即是興姐上位之後五年 23歲的興姐 已經夥伴香港武藏員 石燕子 到南裏的時候 班主又請香港老公來 很幸運 就跟石燕子做過一屆 因為石燕子和爸爸 很熟 我爸爸叫我翻名 豆皮姓 這個熟不熟 又叫我爸爸翻名 什麼豆 我爸爸陳金豆 有什麼豆 有機會跟他拍檔做過 剛才過來馬來西亞 學跑馬 學跑馬 就叫我那個打鼓師傅 老婆認識車衣服 跟他車的沙袋 一袋一袋 袋子沙袋是不夠重的 學跑馬 學跑馬場去跑 剛才上來香港考牌 石燕子 不單在戲台和影視界佔有一席位 其實他最大的心願 是做騎師 這張水賣人會館的獨家照片 大家看看 就記錄了他在馬來亞 客串做騎師的足跡 你跟聖哥拍的時候 是怎樣的情況 唉 好害怕 你為什麼害怕呢 第一 他不跟你看曲 第二 跟你排了戲 我們日日日戲 做那些古老戲的 舞蹤打虎 金蓮起宿 那場金蓮起宿 當然跟他對手 跟他說 行了 上台跟你合作 等着他都不上台 為什麼呢 他還沒跑完 他練了 還沒跑完 他上台 最後一分鐘上台 他衝心很快 他會有一點點脈 這樣就畫眉了 他就不失場 不過他漂亮不漂亮 我不會說 不懂得說 我跟他做過金蓮起宿 那些西被 記得那句就唱 記得那句不唱 沒有問題 然後跟他做過台橋環花 跟他做過很多套戲 他肯教 紅粥衰殘尼未乾 他喜歡做新鮮 我不是說新鮮 你香港叫我鮮仔 當然不懂 做完 回來 他跟我爸爸很熟 他說 那場戲 你這樣這樣 要這樣 表達到 你不要生氣 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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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樣 肯教 很肯教 很好的 很商量 跟我爸爸 以前很熟 跟著他做 到他第二位 做石頭的時候 去佛仔 安順那裏做 又叫我爸爸去做 我爸爸 不能走開 沒有參加他做 做石頭做很久 做班主 走發走發走發 這張照片 大家看到嗎 當年李香琴 為陳金斗推過車 今天陳金斗 亦肯為自己的女兒 即是兄姐 坐車 掌管當年怎樣反對她入行 到現在 總算是一份認同 肯定 到了七十年代 兄姐還做了班主 這一台新青年月劇團 更加是全家總動員 一起演出 大家數一下 你媽媽又是這麼大的老官 你會不會有壓力 其實 不要說演戲 甚至我們每天的行為 怎樣工作表現 都會比較小心 尤其是演出 反而沒有規矩的話 不只是射我 我後面 師傅 家人都重了 要點點點 盡量 做到自己 做到就做 這是我爸爸買的箱 我爸爸的箱 這是曲箱 這是我媽媽的箱 裡面還有一個曲箱 因為大部分箱 已經買了很多人來 以前我媽媽的箱 全部放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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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商 我們這行 食無鬥口 睡無時候 走場 免得衛軍三輪車 下了一條櫃 看不到你 去到後台 就商台 穿東西做到第二個腳色 我們沒有停 我這個台做完了 今晚留夜撿箱 就坐一輛 不是Van車 這車 六個側 一堆 就從吉林波坐車 坐到去冰城 冰城 休息一會 天天不用出 夜晚又開樓 當時最旺 那你日日不同氣 是的 那你怎樣寄劇本 要快一點 如果今晚 糟了 今晚我曲不熟 不用找 吃完飯 打針 在這裏 再刨曲 這樣 我很壞 如果今晚 夜晚一看 看 全程 天天不用看 如果看到一本 天天要看 那下午我不用出 那 浪了夜 拿一部曲來看 看 看 第二場還未看 你水呀 你外面聊天 今晚的魚 去了頭 看到曲 今晚的曲 要唱一場打針 兩場不熟 回來又不打針 這樣 所以我慣了 一定要先看 天天不看 喻 北景山巷 我知未何,全將妙計復家綱 知是紅懷,心自壯,美人恩義 我都未能忘下野 我看到一朵花,是結末的,行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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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